悬咖啡底白色條紋 還有斑點點綴 遠遠看就像一顆胖胖圓圓的大西瓜 馬來莫寶寶緊緊跟在媽媽旁邊 小心翼翼時不時還動動小鼻子 看到媽媽坐下 也馬上爬下休息 黏梯梯模樣蒙翻眾人 馬來莫寶寶立母路 今天是首度出來見客了 可以看到他可愛的模樣 吸引了不守民眾前來拍照打卡 大隻 他的鼻子在動 那你下次還會想要來嗎 之前從他舅舅莫樹開始 就有在追蹤發動馬來莫的消息跟新聞 發現小隻的跟大隻的毛色會不一樣 更有十年粉絲特地帶著攝影機來 幫馬來莫們拍血圈 不過可能真的太熱了 第一天上班 立母路對天氣還沒適應 充電時間似乎比較長 不過其實馬來莫寶寶立母路 在今年的7月15號出生 未滿兩個月的他 體重飛速成長現在已經40公斤了 他也將退去身上銅裝 預計在5到6個月後 就會換上和媽媽莫莉一樣的外貌 新生命加入的同時也有三隻老友已經離世 其中一隻就是高齡24歲的美洲野牛 角蛙1999年在園內出生 團隊非常不捨 不過如今立母路的開工 也盼能為動物園帶來全新生命力 幫他喜歡網停靈博士 採訪報道 民生八方式 盡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 我們下載了 我們下載了 我們下載了